吴宁朗 米宫咪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2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先带大家来关注的就是高雄的城中城大楼火灾造成的严重伤亡 老旧大楼公安的问题引发关注 那么花莲县政府26号与建设处消防局机查公正路 一栋超过27年的老旧住伤不合适的大楼 那么也派员安检列出了11条的缺失 不过大楼管委会就说了 管委会成立不久经费也不足 无法换新所有的设备 希望县政府能够给予协助 卫预防高雄城中城汉市重演 华联县府26日针对地上12层老旧住商混合建筑物 临近公正街中和市场和杰西爱美酒店的华尔街大楼进行稽查 华联县设计局长林文睿 建设处长邓紫瑜和县议员吴东升 民生里长吴明崇等人都到场会刊 这些老旧建物的这些问题要去补偿 他们要去补助他们来作为 这个也是有很多限制的补制 那这个部分可能牵涉到很庞大的建位 那那个中央的部分也要详细的去估算 他们也会定出一个办法 其实是有关于建筑法已经消防法的修法部分 这次也会特别去做修法动作 草案已经出来好像中情这边当中 有中央在特修法动作当中 但是我们地方这方面 我们就是依法行政会配由中央来进市 来执行盘点以及我们的清场工作 那有关于详细的状况的话 我们会在跟我们的管委会还有社区 大家来了解 大家的缺点我们就反映上来 中央尽量来征取中央的经费 看能够可以给他补制 如果不能够补制的话 我建议民众自己的安全还是要自己保护 不要一直要仰赖说 从政府来补制这个部分 设访局长林文锐指出 部分楼层呈现荒废状态 先前5月检查有16项缺失 其中大楼警报系统 广播系统及灭火系统等 官委会已改善 不过目前仍有11项缺失 最大问题是大楼自动洒水系统完全坏掉 目前已手持灭火器与助警器暂时取代 刚才都提到说是要给中央一些建议 那县府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时机作为 能先帮助这些大楼的作为 其实我们现在 大概初步来讲 我们现在配合中央的作法 已经要开始盘点 我们这个花林县境内 比较高层的建筑物 要先把这些相关的资料清测造册之后 那针对这些还没有成立管委会的 这些大楼助长 我们要赶快辅导他们成立管委会 那另外已经有成立管委会的部分 那我们可能就要安排 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公安检查 然后去协助他们去做这个整个环境的改善 消防人员他有谁印象的缺失 没有办法改善是因为卡在什么问题 重大的啦 我们有慢慢急步一直在做 现在就是有一些重大要花比较多钱 变成我们要开期全会 那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政府能够协助我们改善是最好的 因为他这个金额不是一点点 金额蛮高的 像那个 那个什么花电机嘛 洒水系统那个都要花很多钱 华尔街大楼约四年前成立大楼管理委员会 管委会主委何淑敬表示 洒水系统全面换新 至少需三到四百万元 管委会短时间内无法筹出这么多钱 希望县福能往开一面拉长改善时间 同时也希望中央能给予补助 采买消防设备 建设处长邓子余强调 安检墓地并非开阀 县福会向中央反映 林文瑞也承诺会尽力争取补助 不过还是建议自己的安全 自己保护 不要仰赖政府补助 这次将邦彦林师报导